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杨幂为什么总能成为全场焦点? 一只手舞兄一只手提群,确实不易。 众所周知,现在的娱乐圈里一般的明星,只有在一个新的电视剧播出,或者一个新的电影正在上映的时候才会得到很多关注,但有的明星却并不需要,他们本身就是话题,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的,消息就能引起广泛的关注。 就比如说杨幂这位女明星,在娱乐圈里,杨幂的热度人气可以说是居高不下,杨幂是一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女星,她的演技自然又有感染力,颜值方面自然更是不用多说,身材也是很多女孩子都非常羡慕的。 杨幂虽然看上去很年轻,但实际上也有三十多岁了,而她已经活跃在大家视线中有很多年了,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各种综艺节目,总是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要知道娱乐圈的明星,能红个几年就很厉害了,但杨幂至今都红十几年了,而且人气只增不减,给人的感觉就像杨幂是不会过气一样。 而且除了在影视圈发展的好之外,杨幂在时尚圈也有着不低的地位,一直以来杨幂的时尚嗅觉都非常的灵敏,她特别会穿衣服,每次她的穿搭都能引来无数年轻人的目光。 大家也很喜欢学习她的穿搭,因此有时候出现在杨幂身上的时尚单品,常常会卖到缺货,于是杨幂也被网友们称为带货女王,这样的杨幂深受时尚圈人士的欢迎,所以也常常能看见杨幂被邀请到一些时尚活动。 而每次杨幂参加活动的时候,造型方面也是别出新材,特别的惊艳,比如某次时尚圣典,杨幂身穿白色仪字兼礼服出席红毯,一出场简直惊艳无数,这款礼服很有设计感,礼服全身上下都布满了白色钉珠的装饰,让衣服顿时变得饱满且高级了起来,搭配微卷的发型, 将杨幂打造出了童话公主的效果。 而到了那场,杨幂则换上了一条黑色抹胸礼服,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,成熟又妩媚,满满的女王范,上台领奖时摇曳生姿,简直不要太美。 不过有经常关注这种活动的小伙伴就知道,女明星们在红毯和舞台时,虽然看上去都光彩照人的,但由于礼服设计的原因,他们在台下就比较不容易了,特别是走动的时候。 杨幂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,在后台被摄影师抓拍了一组照片,那是她刚走完红毯下去的时候,要是说在红毯上时杨幂会,大方展现自己的美貌与身材,但走下红毯之后,她就开始变得保守起来了。 虽然裙子很美,但却非常不方便,杨幂走路的时候,直都要小心地捂领口,因为裸肩的设计让她衣领的部分很容易走光,所以需要小心地护着,但这时有谁注意到她的另一个手在干嘛,只见她拎着自己的裙子,这是因为她穿了一双高跟鞋,为了防止踩在裙摆上摔跤,只能努力地踢着。 但即便这样还是走得很辛苦,她身后跟着的助理,也全程都在弯着腰帮杨幂整理裙子,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粉丝们呈现出自己最好的样子,虽然杨幂的衣服不是很方便,但她却总是全场的焦点,就算只是个小小的举动,也能吸引很多人注意。 每次出席活动,杨幂都没有让大家失望,每一次都是优雅高贵的现身,让大家大饱眼福,而之所以总是捂着领口,是因为她从到达现场开始,很多摄影师的镜头都是对着她的,所以杨幂很注意自己的衣领, 防止有很多站的位置比较高的人抓拍。 这也是明星们比较为难的地方,想要自己漂漂亮亮的,但又要注意衣服尺度,总得顾好几面,不过美就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,大家怎么看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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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